永远会有惊讶 永远会有惊讶 不知分明的我 评书 我是清白达 我从来没有沾话惹草召风影迭 红杏出墙 字写得还不错 给不知分明的你 他不知道你的名字 当然不知道了 我从来没跟别的男人说话过 那你怎么知道是写给你的 他就交在我的课本里 就写了一张 你连一张都还没输过 你想要怎么处理 我就当没说过 听不到 经验告诉我 如果你用这种处理的方式的话 接下来你会收到源源不断的情书 你看你也满口经验谈 你原来肯定收过源源不断的情书吧 算了 但我没说 明天就去回去带我那个王小敏 对吧 嗯 说了算 你顺便呢可以帮我问他一下 嗯 他到底是喜欢你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那个 我就是顺便问一下啊 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感觉啊 给 什么感觉 是啊是啊 以前不是还有人说 不相信会有人写情书给我吗 结果呢 你看 这张情书就出现了 说什么嘛 是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 我的身身长大了 我是女朋友呀 女朋友 我是女朋友呀 女朋友 你这个吴嘉游你出场成的表情是几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真属于我风头 下面我们讲的是第二大题的其特征包括 负债呢 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负债必须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这是负债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中呢 现实义务是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 已承担的义务 这里所指的义务 可以是法定义务 好 你好 你是王晓菱同学吗 你rocketbell? 什么信 就是 就是你加在我课本里的信 好啊 好 几个 这封信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好 发那么多省令号什么意思啊 解决了 就是 就是一言难尽的意思呗 那天 我在走廊上把她拦住 问她 这是你给我的情书吗 还说 这封信是给 反正不是给你的 可这是 这是放在我课本里的呀 才不是 这么一说我对你有点印象吗 你是坐在她旁边的吧 我记得 怎么 我是把心放在她课本底下的 并没有放在她课本里的 总归一句话 这行书完全就是个误会 它是写给 坐在我隔壁的女龙的 不是写给我的 怎么了 是个误会 你不开心 不是啦 是我觉得那个人太过分了 明明是她自己放错了 还不承认 还说我什么乱拿别人情书 借骨搭讪 她又没有搞错啊 我 我拿别人情书干什么呀 还明明一口咬定 说是看着座位放的 我觉得她应该去佩服眼镜了 等等 你刚说她是按照座位放的 是啊 而且 她是把情书放在书底下 而不是夹在书里边 是啊 全山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那个同学没有说谎的话 她就是你隔壁的同学 放到你书里边的 不会吧 米龙 米龙她 她不要她扔掉就好了 她为什么要放在我书里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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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米龙 姐 喂 喂 米龙 是啊 我们男朋友过来接我呢 还没走 就在马路对面的咖啡厅 真的是你放的 真的是你放的 为什么呀 是这样啊 没事儿 没事儿 不用麻烦了 你过来了 她 她说要跟我道歉 她 她过来了 她说要跟我道歉 也好 正好我也听听 那个 珊珊啊 这就是你男朋友啊 是 你好 我是珊珊的同学 我叫玉米龙 你好 你好 珊珊 听说你还信的时候还挨骂了 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真的不知道她那封信是给我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熟 话都没有说过几句 我认为是你们俩比较熟呀 所以以为她认错了人 才把信放到你书里的 我 我什么时候跟她熟了 不是不是 我说错话了 其实 你们也没有很熟 我是不是听错了呀 屁珊珊 对封信是怎么回事 珊珊 对不起啊 那个 原来你还没有说啊 我不是故意的 真是人才啊 拒绝了别人的心意 还同时能下半子制造误会 念什么CPA呀 北影中系才是你的归宿吧 还有大老板也是 装装别人的患毛病又发作了 那个 米龙啊 我跟我男朋友 还有些误会要解释一下 有吗 有啊 有啊 要不这样吧 我请你们吃晚饭 就当我赔罪 怎么样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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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吗 不吃啊 不吃啊